如果有机会来到了三光国小的穿堂 您会看到一面全新创作的陶板墙 主题是蜕变三光 学习城堡 这是学校生根艺术的最好呈现 也是这一届毕业生留给学校美好的纪念 陶板墙节目 在校长来宾以及毕业生的共同节目下 由毕业生集体创作的陶板墙终于曝光 这届的主题是蜕变三光 学习城堡 可以说是学校生根艺术最好的呈现 我们很多的像双语的 石农的 管弦乐的 陶语的 还有我们极建的这些课程 变成你未来职业的时候 那也是因为学校曾经提供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课程 你们的这个手非常巧 把那个东西可以捏塑成活灵活现的 未来的30年乃至于40年 你回到三光国小的时候 你要看到这片墙壁 你就可以知道 哇 这个是我当年在三光国小 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 我们的共同的制作的 陶板的毕业墙 学校邀请在地艺术家潘振才 透过多次的课程 来引导毕业生做出让人惊艳的作品 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 派老师也希望大家珍惜 我们做每一块墙壁 我都抱着感恩的心情来做 这也是各位来回馈学校的感恩墙 我们这里有设定了三个共同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在最上面的 祝福你们都能像日本的魔女宅即便 彭飞万里 中间的部分来介绍我们 让你们知道三重市 它叫做百桥之都 让各位知道说你要喜欢你的原乡 就好像很多小朋友在我们创作的时候都说 老师我要做秀樱花一样 不管是以后你做什么样的记忆 其实你各方面的思考 各方面的布局 就是我们要教学的目的 从集体发想主题到分组完成创作 每个过程都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终于看到成品 毕业生都觉得相当的开心 那个画差点闪掉 因为要把它放到一个木板里面 然后带到那个英哥那边去烧 就是放的时候好像差点就是断开 因为它已经干掉很容易断掉 那后来看到成品自己感觉怎么样 就是很开心 因为可以跟同学一起创作 然后我最开心的是 就是一起创作以后 就是可以留在这边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选择去问老师 所以就做好了 就很开心 很开心地为学校留下一个回忆 希望以后学生能够乖 让老师教得轻松 希望以后的学弟妹可以让 可以让学校变得更美好 节目这天 学校还特别规划了水水艺术版 让毕业生签名留念 也期许他们在三光所接受到的滋养 在未来有更好的发挥 记者高兴峰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